欢迎网友收看张教练桌球教室 本集主题是铁推与铁切 内容适合初学者观看 单一技术推球好可称为铁推打法 单一技术切球好可称为铁切打法 铁推与铁切打法的人通常使用纸板 没有受过长期正规训练 知识都会怪怪的 但凭借长年的打球经验 还是能够把一招练得很强 对于初学者是一项考验 部分初学者有心求进步 到少林桌球学院拜师学艺 经过千辛万苦略有小成 实战中遇到铁推与铁切 却陷入苦战 少林罗汉拳竟然打输野球拳 不考虑发球与接发球的因素 铁推与铁切会赢还是有原因 高军在教学影片 乒乓球拉弧圈如何早点 指出有比姿势更重要的因素 集球时机、触球部位、拍面触球位置 集球时机有分上升期、高点期与下降期 触球部位指拍面集球部位 例如2点钟位置、3点钟位置与4点钟位置 拍面接触球的位置也会影响集球质量 例如正手攻球撞几多 要用球拍中间接触球 正手拉球摩擦多 要用球拍填区上缘接触球 铁推打法的人姿势虽然怪怪的 若是能做到上升期几球 有用球拍填区接触球 针对不同的球 拍形合理 配合落点左右长短变化 铁推打法还是能够对初学者产生威胁 铁切打法优点是能够做到摩擦吃住球 切球很稳几乎不会失误送分 也因为能够做到摩擦吃住球 揭发球很少失误 初学者与铁切打法的人比赛 会有一种感觉 我有一直在进攻 对方没有什么进攻 怎么经过几个回合 最后分数却比对方少 因为人容易会对自己被攻击失分的球 特别有印象 自己失误造成的丢分 没有什么深刻印象 铁切打法虽然很少攻击 也很少非受迫性失误 此外初学者容易好高骛远 短期内想要练好很多招 平日练球的时间却没有体效的选手多 容易变成比赛中没有一招实用的情况 针对铁推打法要练好正反手摆数 针对铁切打法要练好正反手切球 与正反手拉下旋球 实力进步之后 自然能够打赢铁推与铁切